先放在C1 然後再來就是怎麼樣 再來就是 再到常用裡面的那個排序 A到Z 好錄完了有沒有 這個地方他就 按照 筆畫由小到大 排列 他會按照筆畫第一個字 如果筆畫相同 他會再比第二個字 OK 好那這邊開發裡面把它停止掉 劇集裡面就產生一個MarkoE 我沒有改名按編輯 基本上 這一段程式嘛 你只要放在哪裡呢 放在我們剛剛 有沒有 移入重複之後的下面一行 就OK了 不過呢 你要放在上面的時候你要特別注意一下 就是說有些是不是可以再稍微修改一下 哪些可以修改 其他錄下來的時候 這個Range C1應該是必要的 因為我排序是以這個 這個C 好像這一行因為這邊已經有C1了 所以這個C1其實可以斟酌 應該可以不需要 這行應該可以不需要 你們可以試試看 那還有呢 特別注意就說 這個Active Workbook 有沒有 就是現在的火業部裡面的Worksheets 的什麼呢 這個 那實際上這個名稱 我們除了用名稱之外 可以給順序 所以其實可以改簡單一點 改什麼 我的習慣這樣 把前面砍掉 Shits 有沒有 然後不要用名稱 因為名稱可能會出錯 我們用數字 1 有沒有 因為我複製 在before一定會在第一個 所以這個一定 就改 簡單一點 改Shits的第一個 因為複製一定會在第一個 把它Copy一下 然後再來 把底下部分也是一樣 把這一行 也是Ctrl V貼上 改成Shits1 然後優標一定是放在 所以這一行基本上應該是可以不要 所以這一行可以把它刪掉 那根據什麼呢 根據Range C1 不過 各位假設如果將來 排序的順序有沒有 會變化嘛 比如說現在是在第三欄 是C1 對不對 那將來也可能 按照什麼產業別 隔壁4 變成D1 所以其實這邊 建議各位可以改成什麼 改成Sales Sales 刮鬍 第幾列呢 第 1列 一定是第1列 痘點 3 其實這個也是指向 指向什麼 這個也是指向Range的 C1 對不對 C嘛 1 但是呢 我們可以把這個 這個值怎麼樣 改成R就好了 有沒有前面我們有講過嘛 R R是這個參數 就是它是根據第幾欄 那再來的話